哈喽哈喽,大家好,欢迎和花的朋友,刚刚和小伙伴关了哼龙 看见新开了一家日料店,然后就准备进来吃日料了 进来以后才发现是一家很小的日式简餐 正好上次我觉得现在日式简餐的套餐怎么这么贵啊 99块钱,只有那么点东西 然后对比一下单点的话,99块钱看能点多少 一家店特别安静,基本没有人说话,我都不好意思说话了 太有意思了,别跟老板说要什么就行 没有铜骨拉麦,咱要的是咖喱拉麦,对吧,我把没说错吧 咖喱拉麦和日式叉烧饭 还有葡萄饼加鸡排 还有一个冷豆腐 最后105块钱,还是两个主食三个小菜 看来日式简餐基本上就是这个价格,不管是单点还是团餐 一家店前前后后就只有老板一直在忙活 然后刚才看到有熟客老板做好就直接放在吧台上 然后他们自己拿走 看起来特别亲切,就像在家里家长做好饭 我们帮忙端上桌的感觉 日式冻豆腐 上面是木鱼花吗,有点的吗 好像不是像木鱼花吗 不是吗,我先尝一口 嗯,是木鱼花 然后看看这个豆腐 小葱拌豆腐加上木鱼花 冰冰凉凉的很适合现在这个地点 豆腐是建于老豆腐和嫩豆腐之间,成型又很嫩 日本的冻豆腐就是冷豆腐有点冰 不是咱们那种收松多孔的冻豆腐 感觉在水上喝点 天地一行说话 冻豆腐 你会炖我的冻豆腐,来炖我的冻豆腐 你不会炖我的冻豆腐,别胡断乱炖炖坏了我的冻豆腐 耶 环境可以塑造人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就不自觉的要小声说话 然后动作的幅度也都变小了 慢慢的很处理的样子 这是烤过的成果 看着水果 但是还处理好 但是这样看食物还是挺好的 溏心蛋 这个面看着就好吃 红咖喱是吧 咖喱还能有白的 绿的和红的呀 你没吃过吗 没有 咖喱有酸的 咖喱味道好浓哦 这一块蛋餐香 这它是真的还要不腻 这个肥瘦比例 我觉得那个感觉可好了 这个咖喱有这么清澈 吃奶油吗 你确定了吗 试试 再来点醋吧 那就是麻辣汤 腾腾腾的一碗 一加辣味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咖喱很好吃了 虾里酷 然后这里就出现了中华小张家的背景银鱼 糖心蛋是怎么做掉的 这面颜色这么深 这面是糖心的 优秀 哎呀我看到这个日式炸鸡排上的这个芝麻沙大酱 我就很喜欢 芝麻菜配芝麻沙大酱 我的爱 我喜欢吃 好惠哦 脂肪 麦娜紧酥宝的味道 我先吃了 我先吃了 你觉得有可思 可口感的味道要好点 你的外皮 可乐饼是新型的 但是我这个心已经碎了 为什么这个叫可乐饼 应该是从法语过来的 再转到日语 然后现在发现那次可乐饼 不叫可乐饼了 其实可乐一点就很帅 我需要上来洋葱 豆腐 萝卜 土豆什么的 你把它做成乳 软软糯糯的 叉烧饭 长得好像滷肉饭 这个不太像叉烧肉 叉烧肉应该是会干一点 这个会油嫩一点 所以配米饭会更好 最后我觉得 可以把豆腐放里面一起拌 走你 这好漂亮 看着就好吃 叔叔比刚才是好吃了 有豆香味 还有木鱼花的味道 我们把所有人都吃走了 终于好意思大声折话了 觉得我要反省一下我自己了 我自己的想法已经放在拥笼子里了 别人跟我说 我已经挺不进去了 为什么咱们 昨晚我和朋友去吃小龙虾 我已经到店了 他会打电话 告诉我一下说 不要放葱姜蒜他不吃 他电话 我扭啥棒了上楼去了 什么都没说 一会小龙虾一上来 他一看小龙虾怎么那么痛 他想叫服务员 我说你别叫服务员 我妈妈说 后来我们俩就聊 我跟他说 董立那边有个活动特别好 然后他就说 等我放假再去 现在邮助钱太贵了 我说放假以后邮助钱也不便宜 放假可以开她妹妹的特斯拉去 就省钱了 我说过了一会儿 又聊到这件事了 然后我又说 你放假去 那邮助钱也不会降完 他又说了一遍 不可以看我妹妹的特斯拉去 那这两个事 都足以证明你是畸形 好了 不是我是觉得 人家跟我说了 但我没听进去 我完全没走脑 我就说了 我就哦说了 所以我觉得我要反省一下 别人说话 我要认真听 往心里听一下 其实我就不只是我 周围人也是这样的 固定所来 是吧 朋友好像还注册监理证了 然后注册在单位里 但是现在单位 已经发不出工资来了 他是想辞职 他就说不能辞职 人家跟我说了 那监理证注册才一个月 你如果辞职的话 给他拉黑 认为他是挂症 我问了两个人 没有这个情况可以转 可是 就是这件事 就一个月以前发生的 我在前两天跟他说这件事 我说你还不辞职啊 工资给你发呢 他还没发呢 我不敢 我爬回来说我挂症 我说我不都已经找着 给你问完了吗 不算挂症 可以转没事 又他说我忘了 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就听不进去别人说话 维持在自己的固定思维里了 圈日料发现原汁西饼又出新品了 威化芝士牛乳 牛乳味道的和巧克力味道的 然后威化整个是 再次于咱们 吃蛋卷的那个皮 整个有点像那香热抹酱 如果香热抹酱 抹的是果酱 这个是牛乳丁肌淋 然后又要说厚厚的牛乳味道 让它来来来 巧克力的好喝 上次我说厚厚的牛乳味道 就有人反驳我 真正的牛奶哪有味道 所谓的厚牛乳依靠都是添加剂 现在的人们已经没有辨别 纯天然的能力了 中国实在是没有食品安全 以前我也认为 很多味道都是超级相容的 纯天然营养的味道 但是当到了国外品尝 某一认知的东西 就会发现 越是纯正的东西 味道越简单 我真的有点好奇 他真的有没有去过国外 去过国外的人都会说 国外的牛奶味道特别浓 回到国内在乎牛奶 是跟水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认知 是在能够保证 食品安全的情况下 多一点添加剂 让口感和味道更好 又有什么不好呢 不要说中国人 外国人是尝这种纯天然 或者有添加剂的 外国人也更喜欢有添加剂的 因为它真的就是够好吃 反正我是不是觉得什么 纯天然没有添加剂 就一定是好的 对吧 对吧